台南致命布丁店前叫車駕駛 買完布丁 衝上車 急著回家好好品嘗美食 但卻違規雙黃線迴轉 後方機車急煞 車頭鎖死 雷殘滑出去 叫車駕駛第一時間停車 看一眼就離開 由路邊騎駛 直接跨越車道迴轉 車禍發生在永康區大彎路 機車騎士慘衰 自己爬起來就醫 事後提告肇事叫車駕駛 肇事逃逸 是他應該也要停下來協助報警 或者叫救護車 為了一顆布丁 然後省小彼得花大彼得 這樣不值得吧 轎車駕駛喊冤 但法官認為 雖然沒有直接碰撞 但跟車禍有因果關係 就算肇事 雖然駕駛事後 積極跟受傷騎士 以一萬元和解 但騎士錢拿了 沒觸停 但也沒撤告人間蒸發 肇事駕駛之後被判刑 六個月可一顆罰金十八萬元 事後中信汽車駕駛 明知因為其駕駛行為 而造成交通事故 進行史遺現場 買個一百塊錢左右布丁 急著回家好好品嘗 違規迴轉 卻害騎士慘衰 肇事逃逸 連同罰金和時間成本 前前後後加起來 花超過二十萬元 是布丁價錢的兩千倍 學到慘痛教訓 記者來關章 王書宏台南報導 主持上這個夢夢水 孤家配方起入入睡關鍵 舒眠的元素能夠安定舒緩神經 讓你身心達到放鬆 當中有纏酸調節情緒 增強康安能力 還有德國養乾脂萃取物 可以紓解焦慮幫助睡眠 睡前的三十分鐘 來一包夢夢水 白桃風味酸甜好喝 幫助睡眠的雞嚷